在挪威首都奧斯陸 超过10万人在市政厅外参与集会 他们带上先科悼念袭击中的死难者 首相斯托尔藤贵格发言 说残暴的行为不能击败挪威人 主办组织原本打算发起反暴力游行 但因为参与的人数太多而取消 民众走到奥斯陆大教堂外面向死者献花 形成一片花海 当局亦都修正两宗集击的死亡人数 由93人下调到76人 警方解释是因为收集资料工作有困难 所以出现混乱 至于发动连环恐怖集击的疑犯 布雷维克就提堂 接受35分钟的闭门聆讯 穿着红色绸衣的他被压界离开法院 送回监狱继续击留 他在庭上面承认策划两宗集击 又说自己有两组同党协助 但就不认罪 表示施集是要将欧洲和挪威 由马克斯和伊斯兰殖民手中拯救出来 又不满执政工党 为挪威带来大量的伊斯兰移民 说行动是要打击工党招募新成员 法官决定布雷维克要继续还押多8个礼拜 一旦罪名成立 将会面临21年的刑期 甚至又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当地因为今次恐怖袭击 推迟9月地方选举拉票活动 由于布雷维克曾击是挪威第二大党 进步党的党员 相信会打击进步党的选情 亚洲电视记者张维平报道